哈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回到飞碟电台 收听由我真信是阿债主持的 真信话大冒险 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一位 具有经历卓越的嘉宾 他的职业生涯长达49年的时间 从传统的产业到高科技业 从台湾到亚洲 并担任过跨国企业的最高领导职位 他在退休后 担任许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 还有特聘顾问 致力于帮助企业实现数位转型 这位嘉宾不仅具备丰富的实务经验 还创建了一套独特的PSR方法论 以协助企业人士解决各种问题 今天他将带来他的新书 PSR全方位问题分析以及解决法 教导我们如何应用他独创的方法论 来解决眼前与潜在的问题 让我们热烈欢迎 李良友老师 老师欢迎您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各位 听众老师 可不可以请您介绍一本这本新书 那这本新书呢 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知识跟认知呢 是 这本书是上周出版帮我出的 那这个题目比较长叫做PSR全方位 问题分析与解决法 那问题分析与解决其实这种书非常多 这种书在硕士管理硕士班一般的训练很多 但我这本书希望写的是一个 第一个是全方位对我看到很多的方法论 然后形成自己归纳出自己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方法论 另外当然挂一个名称叫PSR 是我希望这是一个一家之言 当然是这个就是野人现铺 给大家这个正在奋斗中的年轻人也好 或者有问题的这些人 如果看这本书有所收获这样 能够解决问题 老师那请问这本书适合什么样的人阅读 以及阅读后会带来什么样的体验呢 是我出过七本书 大部分都是因为我搞资讯通讯还有管理 所以他们给我一个江湖的称号 叫做科技与管理的导师 那事实上现在也是这样 因为今年73岁 我退休后还是非常忙碌 在担任这些上市贵公司的顾问也好 董事也好 那主要也是辅导我们这些企业解决问题 所以大部分我的书都是比较专业 比较高中高阶主管或者企业用的书 但这本书呢 我是比较希望是for各任何人 那当然比较能够体会到或者马上应用的 应该是在职业工作职业中间的这些人士 从刚进社会一直到说做基层主管 甚至到中层主管 甚至老板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本书 老师那当时是怎么样的起心动念跟机缘 会开始着手撰写这本书呢 我其实我勤于比根啊 如果说著作等身 我有算过我著作走 我超过我的身高 但是呢 卖书不容易 写书很容易 我一年就可以写好几本书 但是要写一本要叫好叫做不容易 所以呢在这个刚好碰到疫情的时候 我们没办法出国出差 或者是大部分都宅在家里 那这个在工作中 我们就要想说我就想到说我常常演讲讲说 不要辜负了一场好危机啊 对没错 这个危机来了你干嘛 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内呢 我想可能写书是一个好的方法 但是要找到好的出版社 所以跟商周就谈了很久 那刚好大概这三年内谋成了这本书 希望说这本书变成 算起来是我个人希望是一个代表作 当然有一个不好意思讲的就是说 那时候大家知道COVID-19很危险嘛 对啊 尤其对我们这种老年人是高危险局 有时候想说万一不小心走了的话呢 那我是不是至少还要留一本 这个纪念东西啊 给我的给这个这个子孙也好 给大众也好 是这样的 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 因为可能没有看到李老师在面前 因为李老师虽然说自己73岁了 但是完全看不出来 不管是眼神啊非常的明亮 然后气色也非常的好 所以老师想请教您 当初是如何选择您的职业生涯的 我这个职业生涯是这样 因为我是交通大学毕业 那时候一心想要 我那时候只有一个想法 就是出国留学拿博士 留在普林斯顿 跟随着我的偶像爱因斯坦 但是当然那时候有几个因素 比如说主要家里的经济因素 也借不到钱 然后家里也很需要马上工作 所以我就进来工作 那时候我想我是读交大第一届的 叫做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 所以我们一个是computer 一个是control engineering 如果现在不得了了 现在叫做工业4.0 现在这个智慧应用 那以前是没有市场 因为用电脑的公司也没几家 所以实际上我以为很方便 很容易就找到IBM HP这些大公司 后来几乎是连个面谈机会都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民国63年 我退伍的时候 叫做台湾叫做能源危机 可能听众们很难想象说 那时候晚上都不能开灯的 因为就是能源危机 那时候所有的企业都人事冻结 所以我开始就是从工厂的最基层的 有点像是一个公务 我的职称叫做公务员 不是工程师 不是等于是个技工这样 修理机器也好 从这里进去 但是后来我们老板就说 那你读电脑的 可是我们这老板很有眼光 他说我们要导入电脑 所以我开始就变成就去 真的是学以致用 就变成一个电脑中心的主任 就是这样一路走下来 都跟电脑这个岗位就一直固守在这个岗位 老师那我想问一个就是反钢以外的问题 就是很多年轻人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现在复杂的人生的抉择 那可能就彷徨可能迷惘甚至可能就浪费时间了 老师对于这些年轻人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对 我在想方法当然很多 我现在如果回想到我那时候 进去的第一个工作没有什么选择 有人要用 那时候我们老板说你对现场有没有兴趣 我根本想都没想就说可以 后来才知道所谓现场就是作业员 对不对 就是工人 讲白一点就工人 但是后来再做到有一点经验以后 我就有很多选择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用我的这个问题分析法 就是说好 我把所有可能的机会 我就假按 以按 扁按 就ABCDG列出来 然后我来算也许薪水多少或者职位是什么样 优点在哪里缺点 我甚至说离家里多远 多近 交通怎么样 这个未来 这个 那其实我现在对现在年轻人讲法是 你可以照我这样去做结构化的分析 然后做比较 但是还是靠你的智慧去判断 比如说举个例子 有些工作他薪水不一定高 但是他有很好的学习机会 跟成长机会 对 那这个比那个说薪水好像很高 但是你没有得学 然后一下就到点 这个就反而好 大概是这样一个 这个没办法用一套方法 但是如果您看我的书 你会发觉说我有很多方法 比较法 什么决策术法 比如说决策术很好 你说我走了这条路 然后后来会发展到什么路 这个也很好 那我谈到KT法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用量 量值 用权重 那更简单的是 我最后归纳出来说 任何方法只要是复杂的都不握了 因为你没有 除非你是解决这个太空什么导航 很复杂的问题 不然的话用不到那个 我们一般的问题 你就是直指人心 对自己做一个决策 是 老师那请教您 可不可以请您大概讲解一下 PSR解题方法论吗 它个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对 我这本书 我首先是因为我想要做全方位 所以这里面我其实列举了二十几种方法 对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第一个方法叫做经验法则 你问到问题的时候 你就想说我以前有解决过什么 对 可是问题是现在很多这个是不确定的 对 所以我会把各种什么 鱼骨图 腰音分析 什么QC story 我这个方法都帮大家带过一次 对 可是到最后我认为说好这些方法都是你的工具 可是你的逻辑很重要 就是我就把它归纳成三个字 一个叫PSR 那我这个P就是problem S就是solution 解决方法 那R就是result 所以很简单 就是你有个问题 你想出解决方法 然后你会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其实就这样 但是它基本上我再把它分析到更细 所以但是到最后是这张表格 只要A4 size 你就搞定 为什么呢 比如说一个P 那我一个P0就是说 能不能避免这个问题不要发生 因为你不要说等到这个车子已经抛锚 才想说要怎么去修理 对不对 最好是多保养 不要抛锚 人也是一样 健康健健 说运动 营养 最好是不要发问题 那第一个 那发生问题以后你怎么认知问题 怎么去分析问题 这个就P1 P2 我就这样分析 那S也是一样 Solution绝对不是说一下子跑出来 然后你就好像要到病除 不可能 所以Solution有千百种 或者是有个人众说分云 但是你怎么去分析 然后你列出Solution 然后做评估做评比 然后最好 好那你讲了半天Solution还要执行 所以这个执行 你不执行是空谈 没错 执行就要有执行力 所以前面是分析问题 再就解决问题的时候要执行力 那当然我这个方法论都是很多很多的实力 包括我自己的解决问题的过去的经验 另外还有就是说 因为我有算很幸运 得天独厚 可以跟这么多成功的企业家 这么多了不起的主管 或者是大集团的大老板 看他们近身观察他们解决问题的 所以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重要 那最后还是Result Result但是光Result不够 第一个是Recover 比如说你有危机把它解决掉 你身体有生病了然后康复了 可是再来就厉害了 你可以Reinvent重新发展 你可以Revital把它变成活力化 甚至产生很多很多的经验 所以我从P这个问题就引申到说 Proactive能够这个台湾叫做超前部署 就是未雨绸缪 然后Prevent避免出问题这个来 然后到Solution 然后到R 这个R也很好玩 R你如果注意看R开头的英文字 我书里也讲了很多 其实它是很正面的 也就是说Covid-19是一个问题 但是后面就产生很多机会 OK 所以这个部分 就是我这个PSR 其实我讲到这样 这本书大概就是一个A4的表格 然后PSR是三段 然后可能有P1 P2 S1 S2 然后你按照这个逻辑的顺序下来 然后我的经验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我有一个口头禅或者是我的属于 叫做任何问题都有解放 只要有问题一定有解法 一定有解法 对 那有一个帮我写推荐序的一个明基加斯达集团的董事长 他是联合检队的总司令 叫陈其红先生 他看了这本书 他就说 Frank你这个方法很好 跟他常常在讲的说 用对方法没有不可能 我们这个就完全是不谋而合 所以任何问题 那我就希望说 当你看了我这本书以后 最起码你觉得说 我不怕问题了 因为别的问题比我更严重 那我有什么问题 我只要找到对的方法就好 可能我现在找不到 没关系慢慢想 好 今天李良友老师来推荐这本新书PSR全方位 问题分析与解决法 老师您在书中有建议 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使用您独创的PSR方法论来解决 请问这个方法的特色是什么呢 是 我想这个 比如说主持人您在征信业是非常值深 你也知道征信业 你碰到都是叫做问题 对没错 不管是外遇问题 债务问题 就碰到 找到你工作 就是你接的都是叫问题 对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们人类的问题这么多 而且问题有时候不是叫做问题 有时候叫做烦恼 叫困扰 叫麻烦 叫挑战 你会有千百种害怕 担忧 隐忧等等 对 所以这部分 我就先研究所有这些解决问题方法 对 比如说举个例子 可能大家不知道 解决问题 可以变成一个跨国企业的 是 因为有两个博士啊 一个叫Kepner 一个Tragle 他们就是写了一个结构化的方法叫Kepner 叫做potential problem analysis 叫做潜在问题分析 还没有发生哦 你总统出去就要预计说 哎呦干呆地总统会不会有抢手要来暗杀他 对 所以你前面就要做很多部署 这个当然后面大家都学会了 是 好 解决方法的分析 所以这个呢 我在写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就是已经综合了 这些不管经验法则 真因去找的方法 各种 比如说我们医疗业用的这种Differential diagnosis 他去诊断说你到底是什么病 他靠一层一层科学化系统化 所以我就希望说 我是读科技的 所以是不是有一种科技化 系统化 结构化 图表化的方法来做 可是呢 如果说一个人太逻辑化 太科学化系统化 也有缺点 是 因为你第二的这个问题是人 所以还加上人性的关怀 对 所以我常常想说 假如我又没有办法 创造一个一家之言 或者一个独门的一个方法 而这个方法呢 是大家很容易接受 就是有什么问题 你拿一张A4 或者我常常做的 你给我一个白板 我在上面 当然有人笑我 说李教授啊 你这个都是一 什么二 什么二之一 二之二 我说对啊 我这个一个图表化起来 利弊得失 或者什么SWOT 就一目了然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 PSR这样子 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非常逻辑的 可是当你去运用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很多工具 比如说语谷图是一个工具 比如说SWOT 这个所谓优势 弱势 机会 威胁 这种分析 或者什么武力分析 这个都没有问题 我不是要推翻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我做分析的工具之一 比如说决策术 比如说这个曼陀罗 曼陀罗就是一个九宫格 一样的这个方法 这个都是很好 还有一个非常推荐的方法 叫Mind Map 就叫做心智地图 因为我们人的心理 我们心 我们人不是方块一个一格一格的 我们人是非常 所以这里面是发散的 所以这里面呢 另外一个 一个算是我们的 这个前辈吧 大连大 这个控股集团的副董事长 永续长 叫曾国栋 他看了这本书以后 他就跟我 他在写推荐序的时候 他就特别写了 我很感动 他说他的经验很丰富 他有很多教学 可是他看了这本书以后 他觉得有几个地方 他很好 第一个用表格 第二个也讲到心智地图 他也用XMind 另外一个他说 时间管理那19项 非常管用 所以他现在跟我在讨论说 能不能变成一个工作方 我们来教育 把它变成一个活的 一个课程等等 那我想这个部分 他又给我加上一个 很好的东西 就是水平思考 因为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方寸大乱 什么都想不出来 或者想的就是 直接硬闯的方法 那会闯得头破血流 而且问题不断解决 到最后就是叫做失败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比较 穷则变变则通 变成一个水平思考 那XMind就是水平思考 很棒的一个心智地图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 也有方法 也有计谋 甚至我提到 以前我们要想到 锦囊妙计 其实它非常有用 所以当时我们就想到36计 可是我把36计拿来 想要用现代的语法 把它解决 用打解释 然后把它用一些新的 现代化的例子 我说它就不够 所以我自己在创一个 李良游的36计 我就是把刚才什么超前部署 什么AI 大数据 我把这个新的方法 包括现在最流行 最流行 最夯的叫做Chat GPT Google的Bard 等等这种叫做 Generative AI 生成式的人工智慧的解法 因为确实是这样 比如说现在很多学生问我问题 我说等一下 我就问我老师 我把我手机拿出来 打的Bard 或者打Chat GPT 我给他一些Prompt 我问他的问题 他一下子就掰出 或者是综合出 那如果你不会用这个工具 那你问题分析 你的效率就差了 对不对 是 老师那您刚刚上一段提到说 任何事情都有解决的方式 关键是找出真正的原因 是什么样的经历 让老师相信这个理论呢 我想这个原因 其实很多 如果以健康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 头痛不一定是头的问题 对不对 脚痛可能是头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人找了半天 我书上也有讲一个 有个朋友 他晕眩 他怎么从头找到底 找不到原因 后来有一个医生跟他讲说 你对牛奶过敏 是 所以这个who knows 他不吃牛奶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对 所以这个真因 我们叫根因 或者root cost 其实是很难的 是 那我们在事业上更妙 我们在工作上 有时候这个机台良力不佳 但是不知道这个良力 是什么问题 又找了半天了 原来只是一个润滑的管路 这个阻塞 所以润滑油不够 所以复杂到这个半导体 晶圆厂的这个天车 自动全自动化 晶圆的设计IC 简单到说一般的手工业 什么都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些确实是我个人不管是健康也好 工作上也好 有时候我们百思不解 有没有 因为呢 你不知道他真正的原因 他真正的原因 譬如说我有一次在工厂 我们发觉我们推动一个资讯化 系统推不动 那因为一下子就使用单位都不配合 后来有一次的 人家才跟我讲说 你这个光只会读书 你又不会跟我们这个交际应酬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去了解领班的痛苦 或者是我们这些 大家这些没有失交的话 我们就觉得说 你这个小屁孩 我就故意跟你捣蛋 所以这个跟你有时候是 没有人会跟你讲的 你要用你去判断 但是如果这样都没办法 所以我在书上 我也就做了很多的方法 包括比如说咨询专家 还有就是说 很多人现在在chat GPT 或者Bard找到整理 他说我身体有这样这样的毛病 会可能是什么病 的机会有多大 有时候比医生还管用 因为这个他是综合了 大量的海量的资讯 跟专家学者所综合出来 但不一定对 你现在来讲 以现在chat GPT到4.0 或者GoogleBard都还不是完美 未来也许会更完美 这个叫大语言模型 但是它是提供一个方法给你的 比如说我书上有一个叫做 这是医生常常用的 叫做区别诊断 比如说你今天有咳嗽 那问他说有没有发烧呢 有没有嗅觉还在吗 诸如此类 大家都懂 所以一层一层去抽丝剥茧 你就可以找到比较真的根源 那这个跟你找起来就很简单了 是 有时候一个药就解决 或者是避免吃什么样的东西就解决了 OK 这个就是整您 这非常非常重要 是 老师那想请教您 在书中有提到 面对问题的第一步 可以用五大原则分类问题 可以请老师讲解一下吗 是是 这个五大原则是这样的 因为第一个 我们常常我刚才讲说 问题有很多种面貌 有时候你只是不爽 或者欲足 或者只是隐忧 但是呢 五大原则就是 我要让他让你去筛选一下 说第一个 他是不是真正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呢 有轻重有大小 对 这个轻重是有缓急轻重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这个五大原则 基本上是来跟大家讲说 好 他的急迫性 影响大不大呢 冲击大不大 他的范围是不是很广 他是很急的还是不急的 因为他不一样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当时SARS出来COVID的话 我那很急 那急的不得了 而且很严重 对不对 那你如果说 这个什么乌克兰 跟俄罗斯打战争 这个对我们来讲 他们是很急 对我们来讲 可能影响的范围就比较小 或者比较晚 现在尾巴冲突也是一样 台海的问题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分为 严重度 急迫度 范围 还有时效性 还有他对你是直接还是间接 这五个层面去分析 那分析出来以后就很简单 有的事情你马上就要解决 你想上厕所就赶快要去 因为这是急的事情 但有一些 比如说终身大事 这当然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这个你不能急 这个你有一些 所以我们第一个 这个先把它解决 否则的话你变成说刚好相反 所以说我们讲说 缓不济急或者棘手应缓 就是说有的急的东西 你来不及了 那你把它缓 那有的不需要那么急的东西 你又紧张又急的要命 那这样你的时间 所以坦白讲我这本书 其实最后还是有一个 为什么时间管理很重要 就是说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只有有限的生命 有限的时间 所以你在这个时间内 你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 跟效能 它是很重要 那效能效率 你就必须要有所取舍 所以不重要的问题 你就把它当作 你就把它忘了吧 你先集中你的聚焦在 解决又急又优先 影响又大 的问题 谢谢老师 老师出了一本新书 书名叫做PSR 全方位问题分析 与解决法 是由商周出版的 这是一本非常棒的好书 适合每一位 就是不管你是在职场的新鲜人 或者是你是经理人 或者是老板 或者是新长 都很适合读这本书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 情感跟情绪 会如何影响我们做决策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我在经历过的 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在 很理智的去分析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问题 可是这个是别人的事 你可以去 我们可以去批判 什么以巴冲突 到底这个俄罗斯乌克兰 但碰到你家里的事情 你自己的事情 就没有那么客观 所以这里面 我发觉是关心则乱 然后最怕是 碰到问题的时候 方寸大乱 比如说你不要说别的 你车子在路上 这个发生了事故 或者差撞的时候 你马上就不知道怎么办 要找谁 马上大家乱了手脚 所以这里面 我有不敢说教大家 应该是我自己的体会说 第一个 你这个先处理你的情绪 也就是说 我们当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心情很重要 对 那当然这有各种方法 如果今天是一个气功专家 他会教你说 你先打坐下来 你先定下来 对不对 那如果是 这个是宗教的话 说你先 阿弥陀佛 也好 主耶稣 也好 你把自己交给这个 超自然的力量 然后是 都有用 所以但是我的意思说 没有万灵丹 也许有人说 深呼吸 或者用什么什么方法 或者是深呼吸 绝对有用 而且有些事情 你不要马上就说 慌乱 对 因为盲中有错 所以这个情绪的管理 变成是要配套 所以我这本书 绝对不是说 光教你很多表格的方法 什么科学 技术 那个当然很重要 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是问题是人 所以能够把情绪安定下来 然后客观下来 那我的一个 不敢说秘诀的 其实很简单 你这方法就是说 我的秘诀是跟自己开会 跟自己开会 当然啦 你如果有很多智囊 或者你有很多闺蜜 你有很好的知己 对 你就一定一般也是 我们找他倾诉 倒垃圾或者什么 那我的方法说 假如我找不到的时候 我自己跟自己开会 我想说 这个情况最坏是怎么样 反正最坏人 如果生病的话 最后就是拜拜 就是这样而已 那没有关系 所以你知道最坏是什么 那最好是什么 然后我有什么方法 当你做了这个以后 先把自己的情绪安抚 我曾经有问过 譬如说我们 如果打官司的时候 有一个大律师 也跟我 也跟我们交 他说 所有来的 他们叫当事人 他第一个就是跟他讲说 没关系 没要紧 我想你们 征信社也是一样 你来如果 这个顾客一定是 一个是非常叫头烂的 或者非常的伤心 欲绝 你第一个就是 心理治疗 所以我在这里面 也有章节讲到说 心理建设怎么样 你要怎么自己心理建设 把这个事情 然后你才能够去处理事情 所以心情跟事情 脾气跟福气都是有关的 老师那我想请教您 因为老师认识的高阶经理人 或者是老板非常的多 那您看到那么多的成功人士里面 他们是如何处理他们的情绪的 OK 当然他要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也一定有他的一个过人之处 或者他的运气 那我看过很多了不起的 我的前辈也好 我的同僚也好 他们碰到这个问题 往往你很难想象中 他有那么倒霉 又被抢 又什么带撞泡枕 在短期内官司输了 要赔好几亿 然后去为了稍微疏压一下 去打网球 还被球拍到打 打到股断三根 有这回事 对 有的是临危受命起来 然后又忽然间发觉说 鼻涕有血 然后就是鼻炎 那他们都告诉我一个 他说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我上午去化疗去化疗 中午睡个午觉 我下午戴个口罩 再回来进来工厂继续干 所以我发觉 每一个人 我只能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当你看多了 看久了 每一个人药方不一样 所以听众 你们不要期待说 有一个万灵丹 说每一个人都有用 很简单 有的人说 那你碰到这事情 你去打Candy Crash就好了 对不对 或者有的人你去追剧 因为你马上你的精神被移转 或者有的人说 那你去喝杯好咖啡 我记得有一次 我要出国之前 突然间那天好高兴 第一次去美国 那时候大概才20岁 高兴得不得了 结果最后再整理了 发觉我没有护照 那紧张了 把命说什么护照 怎么会有机票 都不在 跳脚怎么办 打电话 那时候没有手机 打电话给旅行社 旅行社那个大哥就跟我讲 他说 李先生我跟你讲 你先不要想 我说 我家里都翻遍了 我到公司去 所有办公室也被我翻遍了 就是找不到 他说 你先喝碗 喝碗红豆汤 我真的听他的话说 好了 反正找也找不到 喝碗红豆汤 结果忽然就想到说 根本就是旅行社 他就把我拿去吧 还没有给我吧 对不对 他还没有跟你讲答案 对 不是他也不知道 放在抽屉里 后来第二天果然是 就到旅行社 一早就把他拿出来了 就解决这事 所以这只是小小例子 我应该是讲说 心情不管用什么 用您最适合的药方去解决 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动作 你不要说一蒙着头马上就蒙着头 要去埋头苦干 这个有时候适得其反 是 老师那您在第一段时候 有提到执行力 那您在书中有建议有三大原则 可以拿来加强执行力 是哪三大原则呢 可以跟听众分享吗 我想当然书上我常常有几大原则 几大方法 不过基本上是这样 执行力的要诀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的前程发展 其实你看公司的发展都一样 第一个是企图心 企图心 我们会看老板的企图心 还有主管或者员工 因为你心有多大 你的天空就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你第一个没有这个心 如果你的心里只是胸无大志 或者小确幸 那也不坏 那你就是只能到那样 所以第一个 你先要有很好的企图心 在执行力 所以我说第一个原则 就是你要相信这是可行的 你一定要相信 第二个呢 你要找到最好的方法 最好的方法 因为同样执行一个事情 它有非常多不同的路径 就像说你到甲地到椅地 也有不同的方法 你可以坐捷运啊 你可以走路啊 很多开车啊 什么很多方法 那虽然条条道路通罗马 但是它效果是不一样 这是第二个原则 第三个原则就是说 那也很简单 Just do it 就是你就做一下 那我发觉是这样 我们常常还是问题 还是在心 为什么 比如说我明知道要这样做 比如说我明知道要看医生 但是我就是汇集记忆 就是就是鸵鸟不敢看 不想看 对 对不对 那因为去 就知道是麻烦是痛苦 所以执行力的第三个原则 应该就是说 你就照表操课就去做 那这个有时候要办强迫的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说 好你该做什么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有一个很简单 我从小学一年级到现在73岁 我想我这个方法就是to do list 我就是说该做什么事 然后当然它会延伸到怎么做 跟谁讲什么事 那这里面刚才讲的第三个原则 其实坦白讲 有很多就是不愉快的 因为你必须硬着头皮 去跟老板想要说服老板 或者劝阻老板 或者跟老板要求加薪 或者要求调职 或者要求生职 那问题是这个不愉快的东西 我们通常都是会逃避它 所以我说这个执行力原则 也是我看到很多 你看高执行力的人 他没想那么多 那执行力B的人 他很会讲 但是光靠一个嘴巴讲 他的执行力很多 是这样的 老师那你还有在书中提到 解决不快乐的人生解方 不快乐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真的很厉害 可以请老师跟大家分享 我们该如何解决不快乐这个问题呢 是 我想是这样 这个 我这个书里面 有很多都是实例 比如说我怎么去解决 这个牢狱之灾 或者是什么 这个怎么样做国际行销 怎么收回很高的一笔 这个坏账啊 这个当然都是实际的方法 但是我发觉说 英文叫做at the end of the day 到了最后的 其实只有一句话 就are you happy 你快乐吗 因为如果说你所有这些都很成功 但是你不快乐 所以我就开始在研究说 好那快乐之道在哪里 所以我想到这个快乐之道 是不是也是问题解决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就列出了十个原则 其实也蛮简单的 第一个我发觉说 会不快乐就是说你期待太高 期待太高 就是你降低你的期待 对 比如说到了我们这个老年人 想说我活着能吃能睡 能走就是快乐 那自然我就不会去焦虑于说 我赚的钱不够多 我住的房子不够豪华 或者是我的车子不够大 还是我今天没有做到什么 什么荣华富贵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正面思考 正面思考 我叫做硬拗 我们如果不快乐的 你也可以硬拗 说我这样也不错 我这样没有少的麻烦 像我说我没有出国拿博士 但是我在国内也不错 我这个交到很好的 我的婚宴也很快乐 家庭也很美满 如果我到美国去 说不定也不见得比更好 是不是这样 所以对我来讲 这个是第二个原则 那当然还有方法就是说 有时候不快乐 还是因为实质的问题 不管健康工作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这样想 我这个题目叫做 冰来降党 水来吐烟 就是说你会想说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就看到很多伟大的人 人家经历那么大的苦难 或那么大的问题 他基本上就 反正一步一步去解决他 所以这也是一种 另外呢 如果你对宗教 你有宗教信仰 那你就祈求你的宗教来 你的主 或者你的上帝 你的神 你的菩萨来帮你 这个绝对有用 我自己也是 当我有什么困扰的时候 我就像我所相信的 当然了 其他还有很多事情 就是说有些人 我发觉有很多人 做志工很快乐 帮助人很快乐 当我在分享这个很快乐 所以我就觉得说 我好为人师 所以我就常常去 跟人家分享这个 那人家觉得说 不错啊 你好的坏的 尤其我书上 或者我演讲 我常常有一个特色 成功失败 我常常就讲一个 叫成败实力 我觉得不会说是 只讲说成功的 在那里吹嘘 很多失败的 那个更重要 对 还有就是怎么样 苦中作乐 苦中作乐 我想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在很苦的 如果你今天想象说 我们是巴勒斯坦的人 对不对 你在战争 随时会没有生命 你问那个小朋友 说你长大想做什么 他说我们大概是长不大 我没有机会长大 那没关系 即便在那个时候 他能不能作乐 我在想还是可以 对不对 因为有很多作乐 说真的 他也许能够睡一个觉 吃一块面包就很快乐 更不用说我们这么幸福的 另外就是爱 当然这个是各种爱 大的爱 对家庭的爱 对男女朋友的爱 对夫妻 对家人的爱 所以我最后就希望说 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 我们只能讲说 怎么讲 我们说智者不惑 因为你聪明 聪明的人不是IQ高 叫聪明 我跟你讲 有很多IQ高的人 专做傻事 我不用举例 你们想想看 很多超级聪明 顶尖聪明 所以那个聪明不是智商 聪明的人就是不做傻事 那智者就是不会疑惑 那仁者不忧 因为他有非常好的 仁爱的心 所以他不会 惶惶终日 那种是小人才会这样 那最后就是什么 勇者不惧 不要害怕 所以你碰到问题 不要害怕 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 都能够碰到问题 迎刃而解 一定有困难 一定有方法 那你要找 你要相信说找对方法 是 那找到好的方法 你的问题就很容易解决 就像说找到病因 你的病就很容易解决 那很多病不是生理的 是心理的 所以你一定要从心理的源头 坦白讲很多人 他心理的源头 你如果不去解决它 那我希望看这本书的人 都得到解决的方法 还有一个心理真正的平静跟快乐 是 今天真的很感谢李良友老师来节目上的分享 那还是要再次跟各位推荐这本新书PSR 全方位问题分析与解决法 是由上周出版 谢谢老师 感谢您 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广播内容 大家晚安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